观众朋友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介绍荷花的点线面组合。 擅长写一花鸟画及山水画,由以画风雨为佳。 为什么要这么来讲这个点线面,我们拿它作为一个重点来谈呢? 主要是因为在结构组合当中有点线面的关系。 如果您摆错了,画面当中可能会出现构图上的、虚实上的,以至于笔墨关系上的错误。 荷花这么多内容,有叶子,有花,有枝干,包括合镜,有莲胖。 用什么来分配点线面? 我觉得我们可以按照结构来分。 比如说莲胖可以点线结合,花可以线面结合,叶子可以以面和线的组合结合。 下面我就先拿一支勾线笔,调一点,交叉。 然后我笔尖加一点墨。 点线面,注意。 鲜画点可以,鲜画面可以。 线我个人认为,从我的经验来说,我认为要厚化。 因为线可以连接点和面。 这里边除了连接以外,还有一个互相破的问题。 你比如说,我举个例子。 我现在需要点个点。 同样画点的时候,我画连碰,我需要给它分开。 这三个点可能要变成有疏密了。 然后再画的时候又分开。 这个时候我可以吸一点水,用笔尖吸一点水。 吸水进了以后,我在侧面破刚才那个点。 破刚才那个点。 让点和点之间互相渲染渗透,形成了现在这个特定效果。 然后我用这个点的方式,淡色的,我再补上几个点。 然后我又占浓墨,注意。 拿这笔油,占了一笔浓墨。 我又破刚才的淡色的那个点,拿浓墨破。 那么现在形成这个状态。 现在这个状态应该说是很有变化。 韵味也挺好。 然后我就开始看一看造型。 顺势用这支笔在别处再去点。 我再点的时候,我就不能按着这种格式点了。 或者说不能按着这种方法点了。 我要改变一下。 那我可能就采取了一些点当中的一些疏密变化,甚至快慢结合。 形成现有这个状态。 明显地看出这个有破色破墨关系。 这个没有。 然后这时候这个笔就相对原来干了一点。 然后我就开始勾。 正好是干的。 大家看,一勾。 您这时候如果也是这个状态,应该跟我是一样的。 如果顺序跟我合理的话。 在这种情况下,这个线就用上了。 这时候线和点结合,形成的是一个面的关系。 这个面的关系不平,上面有机理效果。 然后我顺便把这边也勾出来。 画了两个连锋。 这两个连锋,大家看得出来都是有破墨效果。 这个也是破墨,这个也是破墨。 这是以弹破弄的,这是以弄破弹的。 然后我继续用这支笔勾它的外轮廓,是弹的。 我继续用这支笔勾外轮廓,弹的。 甚至还可以勾出,存出一些关系。 还是弹的,放着不动。 不要把它这时候画得继续完整,不需要。 然后我就占胶长,又占胶长,拿这支小笔。 同时占胶末。 上完胶末以后呢,我上面画一个侧峰笔。 这就是面的关系。 面跟点之间的关系就这么形成了,这是面的关系。 然后我顺便把它的轮廓勾出来。 勾这个轮廓的时候,如果笔杆可以转笔。 然后吸一点点水。 把笔调整一下。 编画点,一停顿,勾。 我现在这三个连碰,大家明显地看到我采取了三个方式进入的。 就应该这么做。 写一会儿,画同样内容的时候,避免采取一种方法来体现。 所以我们要求尽量做到多变。 现在这个,又有一个连碰画好。 这样三个连碰画出来。 画出来以后,我们就要看。 线是干嘛的? 线是破坏原有结构创造新的感觉的。 同时连接某两个内容,同时改变原有绘画的内容,结构和形象的内容表现。 因此我这时候把笔小笔放下,拿几个中号笔。 吸点水。 把刚才那个淡的浇茶调进去,底尖沾一点墨。 好,这时候我就要用线来改变刚才那个三个连碰。 因为这三个连碰比较近嘛。 甚至再近就快成品字形了。 成品字形就麻烦了。 我们避免它粗。 所以这时候我要加。 首先我后边这条线是纸墨。 我可以用纸墨把它带上。 然后这条线就从这边就出来了。 出去了。 然后这条线,我可以加一笔,就上去了。 然后一带又下来了。 两条线出来了。 第三条线,我可以看情况。 如果这三条线就在这儿,那我这条线干脆出去了。 现在出的三条线。 基本上改变了刚才那品字形的那个造型。 把它突出出去。 如果这条线,我们没有画第三条线。 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构重新画。 比如这条线在这儿。 单画一条线,也可以。 那就是没有中间这条线的话。 所以这个线可以任意在画面里根据你的需要去做。 那么面,这是小面和线和点的关系。 大面呢? 大面就指叶子。 比如说我们要装成叶子。 那么这时候我可以拿起一只大笔。 还是吸点水,然后调点浇茶,继续调点浇茶。 你看这浇茶老是在里面起一个中性的墨色变化作用,然后加浓墨。 我画的是重墨,绝对不要离这个连碰太近。 因为这时候它会重墨相连,形成画面的平板。 因此我要在远处画,远处画看着它呼应。 远处呼应,呼应,呼应。 这面可以把线重新的破坏和调整。 然后吸水,笔腐吸水。 然后上边出现一点淡墨。 因为刚才是重墨,到这儿就淡了。 淡墨上去。 上去以后又吸水,然后把淡墨连到这儿。 是淡墨也好,淡色也好,都可以。 这时候画面就出现了一块重墨的面和一个小一点的面,小一点的墨块的一种组合。 下面我就调一点水,画点淡的,在这边画一个淡颜色的面。 这个面正好是来呼应这个面和呼应这个点的,和呼应其他的几个线条的,画到这儿。 正好是枯笔。 为什么要枯笔呢? 因为这儿正好有水分。 继续吸水,把这片叶子的其他部分画出,形成痕迹。 然后这时候又出现了线。 你看这个线就是表现叶子的结构式的。 我们又找出一个道理。 就是线与线之间的对比,在画面当中如果多,超过两种以上,一定区分笔墨和形笔变化。 好,下面我们继续做。 形成了线。 这个线和线之间又形成关系。 这是枯笔线,那是实笔线。 又是枯笔线,实笔线。 好,画到现有的这个状态。 线出来了,点也有了,面也有了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继续做点是形成面和面之间的不质不板。 怎么叫继续做点呢? 点还有大有小呢? 刚才我说的是小点。 那现在呢,我拿这个中号笔,我占点交叉,占点融墨。 我画点大点,就是配合这三个点。 我们把这三个圆形也叫做点。 它可以出现侧面的一个,你看。 这个墨色就跟它拉开了。 侧面的一个,你看,拉开了。 然后按照这个结构,上面又来了一个,你看。 又拉开了,又拉开了。 然后我细致地做它。 这时候我拿起那支勾线笔,细致地勾它,我占点融墨。 这儿我怎么处理呢? 你只要加两个连碰的造型, 人们就区分了,这个和这个是两个东西,两个内容的组合。 好,下面,作为这个来说就无所谓了。 你随便画两笔,甚至不画都可以。 这个就干脆不画了。 然后这个画面画到现在这个状态,用什么来完整呢? 要用面去完整。 面是什么? 要用我们画面当中的大面积的淡墨, 或者是颜色来完整。 下面我就把它稍加处理。 比如说我们要看这些空白了。 哪块空白流? 比如这块空白。 现在这个连碰,周围四周都空着呢? 不好。 那我把它堵上。 堵一块墨色, 就意味着改变了一次空白。 然后就是画面当中的下半部。 我们可以加小叶,或者是蚕的一些枝干。 我们就是荷叶的一些茎。 那么这时候我吸点水,用种墨, 我们把它的小叶画出来。 比如从这开始, 小叶一笔,一加种墨。 其他的内容,从墨色变化上都往后推了。 画好。 小叶的结构,画好。 小叶的结构一画, 除了结构以外, 除了把其他的淡墨,淡颜色往后推了以外, 和这块珠墨形成了一个组合, 自然形成。 所以有时候画面说我画的画的乱了, 肯定是你忘了它会自然形成墨色, 同类墨的自然形成结构组合。 看着不要让它乱。 然后适当地在画面当中出现点小的一些点缀。 这小的点缀, 因为现在没有干, 现在画上也可以。 这也是点, 这点是小点。 点小点多了以后, 是呼应气氛, 创造气氛的。 然后这些地方, 适当地出现点结构。 比如我在这儿勾一个叶子结构, 那就证明这还有一片叶子。 你看,它是叶子。 到这儿。 这些地方也是适当地点点点。 你看, 点到这儿的时候, 我这笔中的那个墨就没了, 几乎就剩的全是淡墨了, 或者折墨了, 这不合适。 这时候我就考虑是不是加点带颜色的东西。 比如画, 你要想, 花是什么? 花是点或者线的组合。 点和线的组合。 所以这当大面积的东西游了以后, 需要出现一种线, 不是这种线, 比它还要弓一点, 精细一点的线, 形成线和线之间的弓写变化。 我拿一支中号笔, 吸点水。 然后我沾一点白。 调好了, 放在旁边。 这个笔刚吸完水以后, 有时候这水没有直接把笔润好, 所以需要你的旁边放一放。 这时候我就笔尖沾了一点玫瑰红, 放在旁边。 这个颜色比较粉红。 然后我觉得稍微粉了一点, 我就笔尖沾了点腌制。 补了一下笔, 然后觉得腌制沾完了以后不太起作用, 我又沾了点浇茶。 注意, 我又补了一下笔。 这个颜色好像好一点, 因为这个浇茶颜色有, 它和其他地方的浇茶颜色不会出现问题, 就是有点统一, 起码和谐, 是吧? 然后我把它画了, 画了, 注意这个行笔, 行笔。 这个花画的, 因为在这个局部不要支的太厉害, 要稍微团一点, 所以团一点, 就稍微拢一点, 我们说就可以拢一点。 这时候我又吸了点水, 就不沾那个玫瑰红了, 直接沾了点腌制, 然后调一调。 看哪个地方还可以在, 这个地方毕竟是藏的, 这花在里面它藏, 找一个地方稍微露一点的花, 这时候你就看, 是不是可以改变你原来画过的那个莲, 比如说我画过的莲, 有1,2,3,4,5,6个。 好, 那是不是我找一个远一点的, 就把这个花的结构补上, 远一点, 远一点, 远一点把它补上, 你自己看, 如果你要觉得远一点补上, 和这个红颜色, 或者是花的颜色, 可以形成呼应, 就对了, 不要在这里边找, 这里边找太近, 这样画面就比较舒服, 然后我就开始拿那支小笔, 这支最小的笔, 我们勾一勾线, 调浓的胭脂, 加上点胶茶, 浓的, 就变成这个颜色, 比较暗, 暗红色, 然后我开始勾, 那个先不管它, 我先看这个, 勾的时候, 我已经讲过莲花的花怎么画了, 我们就采取这个办法, 先定位, 定位完了以后, 先放这不动, 然后把这个定位, 好, 然后这时候你就看, 我勾哪儿不勾哪儿, 一朵花瓣, 和画面的整体点线面形, 这个笔墨组合形式来谈, 它应该是突出一个, 你不许你突出线, 你就勾, 烦一点, 复杂一点, 所以现在我就开始勾, 从中间勾起, 往外, 往后, 往外勾, 一勾这个花瓣, 明显就跟其他的不一样, 出现了线, 什么地方割线, 看来这割线是没有错误, 继续画, 到后面行笔比较快, 你看, 后面行笔比较快, 这个线的外轮廓可以夹上, 然后画过来, 行笔比较快, 这个小笔一定要注意, 它是中锋形的笔, 所以有点力度, 虽然它是中画, 但是它那个位置, 我们不想重点强调它, 所以这时候顺势把它画出来, 还是可以的, 所以这个颜色, 可能对比写的没有, 这朵或者这笔颜色强烈, 因为那颜色是淡的, 这是逆比性, 平时我们练的时候, 有顺比有逆比, 这样就出现了线, 这种线, 这种线, 长线, 和这里边穿插的一些短线, 辉样, 形成了面, 中磨的, 湿磨淡磨的, 淡磨干笔的, 辉样, 那么在这基础上, 怎么调整黑白灰, 调整黑白灰需要一次破磨, 它趁湿的, 没干的时候需要一次破磨, 干了以后, 可以需要一至两次积磨, 在荷叶里边是可以的, 是为了夸张点线面的这种韵味, 那么现在我就拿起那支大笔, 然后把它调整开, 注意, 画面调整, 肯定是由碎调到完整, 比如画面琐碎, 散, 松散调到完整, 不是由完整调到碎, 所以这里边注意, 我们要下笔要注意, 我这有皱墨, 我皱墨可以在这, 可以在这, 下面我就从边上画起, 把这个皱墨往上积礼, 这种做积礼就是在做效果, 你看, 一做, 等于这块皱墨被给它完整化了, 而且画的是这个笔道, 跟原来那个笔道是这样的, 这回是横的, 跟它正好错位, 交错在一起, 正好不一样, 然后这儿不动了, 这边进行了一次破墨, 这边不许, 但是这边可以, 远离它可以, 这边可以, 破过来, 然后有的时候为了让它锁性的干碎, 还可以在上面过渡一下, 这种自然的过渡, 一定要趁没有完全干的数据, 现在画面又一种感觉了, 由刚才润变了一点仓劲, 然后就找一些转折, 这时候吸一点水, 找转折, 怎么找转折, 比如这块笔竹, 哪种, 我们找上一笔, 其他就是没有, 不理它了, 这笔需要不需要加一个折面, 折面就是说, 折皱起来的那种感觉的面, 需要加, 那加上这么一个关系, 所以这个叶子就出现不平了, 有起伏, 到这儿以后, 这是一个转折面, 需要加一笔重的, 加一笔就加一笔, 你看, 它就有起伏, 就使得这个面又进去一块, 然后这边的感觉, 说我这个杆原来在这儿, 我现在看不见了, 我想改个杆, 怎么改呢, 我想让这个杆从这儿出, 从这儿出也行, 加一个杆, 它重新又, 马上就和它连起来, 就变位置了, 任意一变, 你看, 马上就变位置了, 然后顺便可以再加一个, 补一个变成, 重叠在一起, 显得丰富, 然后把这笔放一边, 觉得这个味道差不多, 然后需要破一些小空白, 就拿起那个中号的那支笔, 我们调点暖颜色的变化, 比如说这个, 调了一点黄加胶茶, 黄再加胶茶, 比刚才还要暖, 比如我补一下这个空白, 我把这花拖一下, 把这花拖一下, 拖一下这个花, 很容易使画面层次加厚, 拖一下, 这边也迈过来, 拖一下, 拖一点, 拖一点, 这地方也是, 要拖一点, 但是要调淡一点拖, 拖一点, 迈过来, 拖一点, 它就显得舒服, 然后有的画家在这个时候, 就为了使它变化更多, 有的时候就拿这个淡墨在上的, 有意识加点这个, 不定位的这个点, 你看, 加点这个, 不定位, 你说它是什么, 说它是浮瓶, 和水中的其他的一些, 水中的一些杂草, 斑点都可以, 就为了造气氛, 显得热闹, 并且不乱, 在这种情况下, 我们就发现, 点线面组合, 有一定的规律, 我们就开始体验了一次, 我们就觉得这个, 不能够轻易的, 来随便的安排点线面的关系, 要动脑筋, 下面我把这张画完整一下, 既然它已经画成这样了, 大家也画成这样了, 肯定想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, 所以我就画一个偏绿一点, 比如我画一个小青花, 在这, 就使这张画, 马上的色彩就动起来, 就灵动了, 这时候我正好有, 花青颜色没用, 我就把它用上, 我调点黄, 调点花青, 让这个画面形成了绿色感, 绿色, 大家看到了, 好, 然后笔尖沾一点墨, 青蛙的画法, 因为我们以后要讲, 它是三笔, 这是一笔, 两笔, 三笔, 三笔形成了它的背部, 背部的结构, 然后远处一个大腿, 一个大腿, 回锋一个小腿, 回锋一个小腿, 这是扑, 然后往前坐, 前边的腿, 两个, 画到这, 你看这画面, 马上颜色就改了, 然后我就拿起那只勾线笔, 小笔, 画它的眼睛, 我沾点墨, 调点墨, 画它的眼睛, 把它的胸部画住, 画一只小青蛙, 青蛙画完了, 你就发现, 这个, 画面当中的色彩, 由原来偏平一点的这种暖色调, 一下变了一个变化, 人们的视线, 从色彩上就被青蛙给抓走了, 但是黑白灰组合上还是有画面叶子的轮廓, 点线面组合关系上还是有现在的这种非常丰富的变化, 就很好, 然后最后呢, 就是拿小笔淡点浓墨, 我们点一点, 我们需要调整的强化一点的东西, 比如说花蕊啊, 这都没有点呢, 比如这个的花蕊啊, 比如这个的花蕊, 这个莲碰当中那个蕊啊, 点几下, 画面就齐了, 这就是点线面组合的规律, 下面我们为了一张作品提上块, 提一个池塘深处, 提好了块了, 画面完整了, 下面就是盖章, 然后拿到下面, 在这个位置盖个压角, 正好这位置空的, 好, 这张画画好了, 那么讲点线面, 我们也把它设计到了, 并且大家也体验了, 原来没想过这个问题, 没想过还有点线面要谈嘛, 今天老师一讲, 大家明白了, 要研究, 要认真的琢磨, 并且把点线面作为您表现, 除了合画以外, 任何表现内容当中一个, 重点要思考的环节, 希望大家科下练习当中, 抓住这个重点, 把这个知识自己掌握一下, 好, 今天就转到这里, 谢谢大家, 谢谢大家, 谢谢大家,